透天措二樓從窗戶竄出熊熊火蛇 在暗夜中格外醒目 還伴隨恐怖濃煙 透天措住著一家六口 全部驚險逃生 活盡當下是國藝的少年上樓 發現濃煙竄出火事難以控制 趕快打一一九報案 也大聲呼喊要全家人離開屋子 那時候我上去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突然煙我很大 然後就去看 然後就突然火 因為第一天的時候在裡面洗澡 我就叫第一天出完 然後朋友去找我們 剛好就讀國小的弟弟正在洗澡 他連褲子都來不及穿 上半身一件單薄牆袖 光著屁股往外跑 幸好沒人受傷 外樓跟阿嬤跟阿嬤 那時候在樓下 媽媽在外面 十五號晚上六點多 雲林西羅三層樓透天措 二樓書房突然起火燃燒 幸好少年激進一通電話救了全家 消防也在七分鐘內撲滅火勢 但在台中市豐原區火警 就沒這麼幸運 一大兩小燒傷送衣 原因是四十五歲男子 在住家旁邊燒垃圾 潑灑竹燃劑時回火 燒到自己的十四歲兒子 跟鄰居的八歲男童 其中八歲男童傷勢嚴重 上半身百分之三十六二到三度燒燙傷 緊急送衣搶救 記者六名楊生李雲傑 雲林台中綜合報導